中国在无人机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无人机风群技术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威力? 我们都知道,近年来,随着各国加快对无人机的研制, 这就是无人机在各国的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世界各国对无人机的研制, 对于世界无人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挫进意义。 因此,随着无人机也被应用于军事领域, 这就使无人机的实战化越来越重要, 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各国都希望能够将本国的无人机应用于实战中, 以此可以用最小的成本发挥出最大的作战力,达到最好的作战效果。 正是由于无人机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使中国加快了对本国无人机的研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现如今,中国的无人机可以说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也是中国研制的无人机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熟知, 并纷纷购买中国的无人机, 以此来增强本国空中作战的能力。 这对于中国无人机的发展也有着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随着中国在无人机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就是中国深化了对无人机的使用,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对无人机的使用。 其中较为重要的方式,就是打造属于自己的无人机风群, 并发挥出无人机的最大威力, 用最低的成本达到最强的破坏力。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在无人机风群的发展上已经完全领先于美国, 并且已经率先在航母上部署无人机风群, 以此来增强航母的战斗力, 并深化航母的多种作战形式, 这对于中国无人机的发展来说将是质的飞跃。 据此前报道称, 有卫星照片显示山东舰仍在大连, 这时舰上并没有任何军机, 无论如何, 航母搭载的这些无人机的照片意义重大。 可以看到, 舰上至少有两种无人机, 似乎都有油电混合动力垂直起降设计。 据相关资料显示, 出现在山东舰上的无人机中, 有三架看似有前置螺旋桨, 还有扁平的T型或H尾翼, 另外四架似乎有推进螺旋桨, 以及有到V型连接的双尾翼。 据分析人士指出, 出现在山东舰上的无人机并不具高端性能, 可能是在进行防御小型无人机威胁的训练或测试。 除了训练外, 这些无人机也能为山东舰等航母提供监视威胁, 或额外的状况感知力, 以此可以更好地配合航母作战, 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此外, 据消息指出, 这些无人机除了训练外, 也能为山东舰等航母提供监视威胁。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就是打造无人机风群, 以此达到可以快速扫描周围广大的区域, 而根据它们确切的航程, 能够为航母和打击群额外提供一定的监视和侦察能力。 因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在无人机风群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促进中国无人机风群实现实战化,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然而, 中国关于在无人机风群上的发展还不止于此。 此前就有消息指出, 中国制造的全球第一艘智慧型无人系统母船, 珠海云, 在广州下水, 舰上可搭载数十架空中水面或水下无人机, 这使其有望在南海搜集更多的情报。 此外, 据南华早报和动力网报道, 尽管表面上珠海云是科考船, 但是其拥有先进的人工智能作业系统, 至少能进行半自动操作, 也能应用在军事上, 充当各式无人武器和监视系统的中枢。 更为重要的是, 据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可以将珠海云科考船看作是一艘无人机的母船, 并且在其上面可大量搭载无人机, 这主要也是由于近年来, 中国在无人机上取得了飞快的发展, 这就让中国有足够的无人机可以搭载其上, 以此来形成强大的无人机风群, 从而可以发挥出极大的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随着中国在无人机风群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就是中国加快了在无人机风群领域的探索, 并取得稳步发展。 这也使无人机风群技术成为了中国 最值得骄傲的高新技术之一, 而且已经开始直追美国, 和美国一起走在世界前列。 那么, 中国在无人机风群的发展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据悉, 近年来, 中国十分注重对无人机的发展, 并研制出了很多的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 这就促使中国无人机风群技术得到了显著增强,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中国无人机风群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20年10月, 中电科宣布展开了一套陆空协同的固定翼无人机风群系统的试验工作。 据悉, 在这次试验中, 中科电利用48连装发射机, 将48架无人机投射上空, 并圆满完成了精确编队, 阵型转换, 地面检查和精确打击的任务。 这样大的无人机风群也拥有巨大的灵活性, 因为单个无人机不需要执行较大集群的人物, 而集群中的任何一架无人机都能配置携带单一任务所需的设备, 所以具有很强的机动性, 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省成本, 起到最好的作战效果。 据专业人士透露, 中电科此次进行试验的这套无人机风群系统, 最多一次可以投射200架无人机, 这也是中国在无人机风群技术上取得的巨大突破。 虽然此次采用的是车载陆基释放, 但是在此次试验取得成功后, 很快就能在舰船、飞机等海空平台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并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此外,不仅如此, 随着中国无人机风群技术的日渐成熟, 这就使中国推出了多套无人机系统。 据悉,在上届珠海航展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首次对外发布了飞红无人机品牌, 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开始向全系列品牌化发展, 一次就公布了FH901巡飞无人机风群打击系统, FH902单兵固定翼无人机系统, FH91侦查无人机系统, FH96长航式无人机系统, FH92A查达一体无人机和FH95中远程多用途无人机。 以上这些无人机系统都将加快提升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 这对于中国打造无人机风群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也将使中国可以组成属于自己的无人机攻击群, 对目标实施多余立体精确迫袭打击, 以此来实现最大的破坏力。 这对于中国无人机风群的发展来说, 有着巨大的军事战略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有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中国在无人机风群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进展, 本来中国将会派出歼20和无人风群的组合, 歼20将成为这庞大无人机风群中作战系统中的封王, 并以此来更好控制无人机风群, 快速释放出大量的无人机, 并指挥控制它们作战, 发挥出最大的破坏效果。 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军毫无招架能力, 达到彻底击毁美国航母的目的。 随着中国加快了对无人机风群的发展, 这也将使中国可以把握未来空战的优势, 将重新定义战争规则, 能够在未来的空战中占据着领先地位, 并对美国实现碾压, 加快促进本国无人机的发展, 这将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冲击, 使中国在无人机风群的发展上达到新的高度, 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